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吃了 脚快疼了 快吃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交拜 11畅 你和死鬼投胎啊 半里糖的时候还带这么多吃的 你头上顶二十多斤的东西 站一天试试看 什么时候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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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过 Zieh得没见过你这么急张 离城 新娘新娘 祝动法 晓晓 还有多远啊 别说话 你忍忍吧 我也不知道 生了几口馒头 并不吃还饿呢 快到了 快到了 马上就到了 他们家花园怎么这么大啊 真麻烦 忍着吧 这就到了 这就到了啊 嫂嫂 小心点 小心点 嫂嫂 我们金府的院子 可是这皇宫外金城里 最大的一个 你们江府想必没有 这么大的院子吧 所以你走累了也很正常 嫂嫂 我扶你啊 是啊 我们家院子是小 而且没有那么多 个人绊脚的石头 你可要小心啊 别光顾着服务啊 自己反倒霜了 哎呦 没事吧 没事 哎呦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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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啊 听说她是夫人的直立 帅儿的表妹 刚才啊 她是故意搬你的 就凭她这种伎俩 也想来侠我 罗妹山上 只有我欺负别人的法 大货人家的小姐 真没劲 慢点 少爷 少爷 您今天喝的太多了 小心一点 来 慢点 我正要给您去 送行酒汤呢 我没醉 一定要喝 这可是夫人亲手 给你熬制的 很好喝 快尝尝 尝尝 啊 好了 大娘 你下去吧 是 走吧 少爷 怎么 你想和我一起洞房 没有 夫人让我看好你啊 走啊 哦 回来 少爷 什么事情啊 把你的骨腰带 全部给我拿回来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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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要来了 快 赶快 把盖头盖上 来 来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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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要那边 把那边的骨腰带 出去 是 可以动房了吗 见过急的 还真没见过你这么急的 我就是急 动房了 快快快 动房了 动房了 快点 快点 你拖呀 你帮我拖一下嘛 快点啊 别那么着急 我听闻你们江府的千金小姐 拆帽双足 能歌善 不如先跳着舞助助兴 我们再动房 跳舞 太麻烦了 直接来吧 干什么你 想要动房 就必须要跳舞 那是不是跳完 我就可以动房啊 好嘞 好 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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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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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诬陷人的本事才叫厉害呢 要不是你下药 我才不会那么失态的 你好歹也是江府的千金小姐 竟然做出这么卑鄙无耻的事情 我告诉你 我可以受苦受累 但是我最讨厌的就是别人诬陷我 冤枉我 你看 脑袖成功了吧 你 找死 别跑 别动 干什么 这什么 这 这是什么 明明是你做的好事你还好不说啊 你这个女人 心机好重 这事不来我啊 都怪你自己 无耻 有耻 牙口比你强 小人 对 你就是小人 下流 你猜下流呢 少爷 少夫人 夫人那边催冷 说请新人们尽快起书完毕 然后去夫人住敬茶 老虎 去了 尽书 你永远 还要不聘焕 书 这些人静了 车子 你不要和我 这种东西 叫我 这种东西 都对我跟他 还没劲 他在太阳 最好 那你 昨天 有没有 有没有 你不就是想问我 我有没有被他占便宜吗 那你到底有还是没有啊 反正我也没吃亏 那你做这么大牺牲 值得吗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等一下还要给夫人敬茶呢 你可接完别露出什么破绽来 我就敬个茶嘛 谁也不会 你们家院子好大 你从小就一个人在这院子里玩吗 不然呢 废话真的 那你有没有什么兄弟姐妹啊 就你一个孩子吗 就我一个 这里的花好漂亮啊 比山里的还漂亮呢 你有没有什么小时候被送掉的姐妹 或者是夭折的兄弟 你有完没完啊 没完啊 我们刚刚成亲 所以总要相互了解一下 我不想了解你 我想了解你啊 好漂亮的花啊 这么大一个池塘可惜了 这要是种上水稻的后 足够浮得一年的口粮了 水还挺清澈的 你们是不是经常在水 喂 喂 你去哪儿了 在那儿站那么久干嘛呀 别丢下我呀 喂 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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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儿站那么久干嘛呀 好 该不会是想不开吧 好 你一个大男人 有什么想不开你 你一个大男人 有什么想不开你 不能跳啊 不能跳啊 救命啊 我 抓起来 我说这位老兄啊 你武功这么好 怎么就想不开 非要寻短剑呢 我没有啊 对对对对 我知道 你肯定是不会承认的 但是呢 我还是得好好劝劝你 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情 你也不能跳下去啊 有困难呢 我们必须要迎刃而上 知难而尽 对不对 看你堂堂男子汉一表人才 怎么就想不开呢 怎么就会做出 这么窝囊的事情啊 喂 这位老兄 我刚才说了那么多 你听进去没有啊 我听到了 好 多谢少夫人关心 你认识我 是 我是金府的管家 吕文钊 也是元宝的表哥 原来是表哥啊 那你怎么还想不开啊 以后千万不能这样了 你知道吗 少夫人怕是误会了 刚才我在这儿想事情 没想着跳回 哦 那就好 没想到少夫人这么善良 文钊实在是有亏于少夫人的关心啊 不用客气 其实我也不算救你 不过以后呢 如果以后真的想不开 你记得一定来找我 你有困难 只要我能办到的 我一定义补容辞 好的 如果日后少夫人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 也一定跟文钊开口 日后倒是不必了 不过我现在就有一件事情 需要你帮忙 少夫人请说 迷路了 就那个 我要去政厅 我还得给婆婆敬茶呢 好 文钊这就带你去 请 谢谢啊 请 好漂亮啊 这边 这边 少爷 去哪儿了 到处找不着你 哦 我迷路了 刚才少夫人谈 行了 跟我过来 娘都等急了 给你 给娘请安 给娘请安 起来吧 谢谢娘 谢谢娘 也不知道这请的是早安还是午安了 是我不好 不关小萱的事 是我今晚的 你 快点 我先上班 你 好 我先上班 你 乖 我们 你 你 我先上班 你 你 你 我先上班 你 你 好 好 你们年轻人 多睡一会儿 也是应该的 我不跟你们计察 按规矩 现在新人 要向姑妈敬茶了 小姐敬茶 快点 第一杯 敬天 第二杯 敬地 第三杯 敬这位玄灵 第四杯 敬天 敬茶 快点 第四杯 敬娘 赬 小萱 你们江府的敬茶规矩 可真是和我们京城的不一样 各地的风土人情不一样 所以各地的规矩也不一样 你也不一样 我看你 嗯 怎么了 头痛啊 我胃痛 嗯 从现在起 你就是我们金家的媳妇了 我希望你们两个 能够相亲相爱 举案齐眉 嗯 元宝 从今以后 你要多多照顾你媳妇的身体 嗯 小萱 你也要 多多体谅你相公的辛劳 再过几年 你们两个把孩子生下来 我一抱孙子 就可以不问世事 享受天伦之乐了 姑妈 您现在身康体健的 这金服的上上下下 哪能离得开您呢 现在不是有小萱了吗 姑妈 嫂子她不是刚进门吗 还有很多事情不是很清楚 这处理事情 也没有您想的周到呀 你说的也对呀 小萱啊 以后有什么事情的话 你就先多问问你表哥 知道吗 嗯 姑妈 现在还有早课 信心告退了 嗯 姑妈 一般新人成亲三日之后 都要回门 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 是不是要预先安排 让少爷和夫人 准备回门的事意 回门 最近呢 衙门比较忙 所以恐怕没有时间 陪小萱回门 少爷 您和少夫人是太后此婚 而姜阁老又是朝中重臣 所以我觉得我们金服 在做任何事之前 都要三思而后行 在这儿说来 我们金服又是礼仪之家 做什么都不能少了礼数 以免让人抓了画饼 是吧 姑妈 对 文昭说得对 小萱 你肯定也着急 想回去看看你爹娘了吧 我当然特别愿意 带入一郎军 一起回门 可是就算我再想 我也不愿意 让相公陪着我回去 为什么 京城离南京 有一千多里路 我知道元宝 他从来没有出过远门 况且 他最近事务又繁忙 所以 我怕他一路上 跟着我会受累 小萱啊 你真懂事 这么通情达理 为娘的真是很感动 百善 孝为先 你的孝心 为娘是要摆在守卫的呀 温昭 你来安排安排 后天 你让他们出发吧 我明白了 姑妈 你怎么还敢当事啊 我答应回门呢 我们绝对不能回去 一回南京 我们就完了 这几天 得赶紧想办法离开这里 我当然不会回姜家了 但是我现在不能走 为什么 你舍不得离开金府 舍不得人家叫你少夫人 当然不是 我事情还没办完 我现在不能走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再不走就穿帮了 你看你早上敬茶 哪有一点小姐的样子 可我还不是一样 把金夫人哄得高高兴兴的 可是 好了 你放心 等我办完事之后 我一天都不会多待 给我三天时间 到时候我一定想办法离开 我的命现在在你手上 希望你说话算话 知道了 上爷 早啊 先给你道喜了 祝你白头偕老 永洁同心 废话少说 有事 最近我们什么手段都用了 飞天豹还是坚持 他是临时的小头小木 坚决不承认 跟最近的失踪案有关 你怎么办 嘴还挺硬的 这飞天豹嘴有多硬 就说明 他的后台有多硬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我去会会他 阿福 送王强他们出去 是 少爷 请 告辞 你跟着我干什么 没事 你是我相公 我不跟着你 跟着谁啊 我要去阳门万事 我不会打扰你的 我去跟着你就好了 阴魂不散 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就跟着你啊 喂 你去哪里啊 你到底去哪里啊 有本事就追我的马跑啊 走 溜山门 是 喂 总有一天让我抓到你 那你快了 但是他照过去 提述 有个伤心 然后就看到了 费品 他是 一名都日本的 团队 我们就还没有 把团队都去 打残了 他便是 避充到 素人 以前还有 我也算好人物 那天我抢了那姑娘的荷包 真的是临时起义啊 偷荷包是临时起义 用麻袋抢人是心血来潮 抢人 我 我哪有那么大的胆子 再说 我抢了我卖给谁叫我 三月初十 孙家小女失踪至今未归 四月十号 陈家小女 从家门口被人拐走 四月二十 秦家刚过门的心腹被人扮到街灯 难道这些你一点都不知道 大人 我 我就是个小毛贼 我 我怎么能做那么大的买卖呢我 知道这些是什么吗 这些是从你家搜来的一堆首饰 难道你买来自己用的 一部分 的人 我不是承订的 你去的 您是心里吗 是我 你 她是 这些是 谁 那是 你 你 这些只能够 没有 相常的 要吗 我 来击百起拐位少女的案子 我都可以算到你的头上去 到时候可不是砍头那么简单了 千刀万挂 凌迟处死 想想都惨不忍动 大人 大人 非天宝招了您 还没用 那怎么办 放心吧 她很快就知道 这是什么 这是夫人让我给少夫人熬制的 补血的药膳 补血的药膳 什么药膳 准确地说 这是十全大补汤 这里面有党参二两 白树二两 茯苓二两 丹龟二两 肉桂二两 我 我 等等 等会儿 你说这叫十全大补汤 我告诉你啊 这里面的药啊 几乎翻遍了我药箱子里面 所有最珍贵的药材 每样药材有二两 对啊 足筋足两 绝不端少 那如果每样药材都有二两 那放一块岂不是有二斤 你把二斤药材弄成大补汤让我喝下去 这不是药有命吗 少夫人真会开玩笑 这个药啊 是我刚刚熬制的 越早喝效果越好 次日就可见效 来 少夫人 把它喝了吧 你先把它放那儿吧 我一会儿就喝啊 那哪行啊 现在就得喝 喝吧 现在不喝 那不行 现在 不喝 不是 这么珍贵的药 撒了这么多 真是太可惜了 你先去把这碗汤 你先去把衣服换了 我就在这里 等我把这碗汤慢慢喝完 然后再去找你 好吧 嗯 那行吧 那我先换衣服了 那赶紧把这药喝了吧 真是可惜了 如果把汤拖到元宝身上了 那就能趁他换衣服的时候 看看他身上到底有没有药太近 看他到底是不是娘要找到儿子 接触 嗯 嗯 嗯 冲 嗯 嗯 哦 嗯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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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等等一等 你要干什么呀 喂 你这个你贼 干什么呀 放开我 放开 这什么 明明是你做的好事 你还敢问我 相公 你看了那么久的书 赶快趁热喝口汤吧 我不累 你先出去吧 你看书看了那么久 怎么会不累呢 这是孤郎中调制的十全大补汤 来 吃饭喝 我身腔体质 不用补 怎么不用补啊 你要让孤郎中特意给我调配的 我都舍不得喝 快 吃饭喝点 您让你喝你就喝嘛 我真舍不得喝 我又没流血 我补什么血啊 昨天晚上你流了那么多鼻血 真得好好笔一下 来 昨天晚上我流鼻血了 你今天早上起来看到帕子 我以为你知道呢 怎么回事 说清楚点 昨天晚上我打了你一拳 你就不停地往来流鼻血 你是说昨天晚上帕子上 流的是我的鼻血 对啊 原来是这样 你喝了吧 不 我不喝 你喝了吧 我不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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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怎么了 我不要你陪我洗澡 哪有主子自己洗澡的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你不说谁会知道啊 再说了 你要是陪着我洗澡 我岂不是都被你看光了 我才不要你 可是主子们洗澡 身边那道有一个贴身奴婢伺候呢 你现在让我出去 万一被人家看到了 岂不是穿帮了 一定要贴身伺候 当然了 这是规矩 那金元宝 快 快去把所有服侍过金元宝的 丫鬟小丝 全部都给我召集起来 什么 快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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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过来这里呢 是想问一下你们 有谁看过少爷的身体 是谁伺候他洗衣 穿衣 梳洗 洗澡 啊 这类小事的 不是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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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啊 你们大户人家的少爷 要是洗澡呢 一定是有人伺候的 说吧 你们中间 是谁伺候少爷洗澡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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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您 少夫人 你长得那么水灵标致 少爷应该不讨厌你吧 回少夫人 少爷从来都不喜欢我 哎 喜不喜欢正且不说 你到底有没有伺候过少爷 洗澡啊 没有没有 从来没有 有没有看过他身子 少爷他从小就性子古怪 不喜欢别人贴身服饰 我们虽然是在屋子里伺候 但是穿衣洗澡这种事情 他从来不让我们沾手的 他的贴身小丝最清楚了 贴身小丝 对啊 就是阿福 少爷的事情他最清楚了 哎 你们中间谁是阿福啊 给我出来 哎 哎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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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嗯 你就是阿福啊 给少夫人请安 既然你是少爷的贴身小丝 那你一定给他洗过澡了 有没有看过少爷的身子啊 啊 少夫人 你千万别听他们胡说 我是伺候少爷不假 可是少爷从小就有个怪毛病 不让人碰 至于伺候少爷洗澡 那更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们少爷是挺有毛病的 行行行 要不这样吧 你们中间有谁 偷偷看个少爷洗澡 没有没有没有 少婚明见 没有 真没气 行行行行行行行 散了散了散了散 走 走 走 咱们什么时候走啊 行 帮我准备点洗澡水过来 我问你啊 你们家小姐洗澡的时候 都用什么东西啊 我那天看见她那澡盆子里面 花里不少的 玉琪琳 你虽然长得漂亮 可是想代替我家小姐的位置 那是不可能的 我 我没有想要代替她啊 那你讨好她干嘛 你难道不想当金家少夫人 我要不是为了看齐元宝的身子 我才烂得住在这里呢 什么 看她的身子 你可别误会啊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 不过我保证 我只要看完她身子之后 立刻就走 一刻我都不多待 干嘛这么看着我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扮成你家小姐 有什么目的啊 我才没有呢 我要是那样的人的话 我就说你家小姐跑了 你拦得住我吗你 好 我信你 谢谢你啊 哇 好多花啊 喜儿可没说出玫瑰不行啊 好多花啊 你干什么 你 你这个采花贼 采花贼可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为什么要摘我云子里的花 我是想摘几朵回去洗澡 秦府这么大的院子 到处都种了花 你自己的院子不是也有吗 为什么偏要跑来 遭到我的院子 这里花开得好 我不知道这是你院子 开得好也是我自己花心血种的 你觉得好你就能摘了吗 明天你要是觉得我的院子好 屋子好 屋子里的摆设好 变着伺候我的丫鬟 你都觉得好了 你是不是都要我绕出来给你啊 只是几朵花而已 你不用想这么多吧 我不管 你现在就跟我这件姑妈 那我就离了 行行行 好好好 我错了我错了 行不行啊 我不知道你这花这么金贵 我向你道歉走好了吧 对不起 有时间呢 我带你去山上看一看 你真是不知道 山上的野花真是好看 又大又香又漂亮 行了行了行了 你别打岔了 你要跟我去见姑妈 我也让她看看 你这位行夫人 气压下人不酸 现在还来欺负我了 走 我走 你 欺欺 这么没有规矩 少夫人只是随便摘了几朵花 你干嘛这么小气 这也叫随便摘几朵 我行行苦过中了 害我不好 我没有跟她说一声 我不知道这些话是她的 她心疼也是对的 你是今府的少夫人 随便摘了几朵花 不必如此多礼 这也是倩倩的家呀 这些都是倩倩喜欢的花 我冒冒失失地摘了 是我不对 不过我这个人啊 就是吃软不吃硬 其实明明知道自己错了 但是 只要有人一跟我嚷嚷 我这嘴巴就不饶人 表哥 你可别以为我难相处啊 改天 我一定去找一些特有的花子 去赔给倩倩 这现在的人啊 大多都是口迷腹剑 像你这样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已经算是好相处了 明明是个缺点 被表哥这么一夸倒成优点了 你是个好人 不像金元宝他 元宝他怎么了 也没有什么了 金元宝他这个人啊 就是嘴巴贱 脾气煞 说话也气人 对了 我知道你好像一直在追问 府里的小厮和丫鬟 谁是伺候元宝最多的是吧 这你都知道啊 是啊 全府山下怕是都知道了 我在京府当了很多年管家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 可以跟我说 哦 你已经帮了我一个大忙了 现在我采了这些花以后 就已经完成心愿了 那我走了 谢谢表哥 好 谢谢 我说你们怎么回事啊 妈呀 我跟你说 他觉得 她 Aiuiui 站住 少爷 到底怎么回事 我出去一趟 哥哥把我当威胁 少爷 您回头见了少夫人 最好跟她说一句 阿夫是整个府里 您最不想见到的小厮 为什么 本少爷本来就不想见到 不 娘 最好连阿夫的名字 都别提了 到底怎么回事 那个女人趁我不在的时候 干了些什么 也没什么 少夫人是太爱少爷了 把咱们小四丫鬟 叫过去统统省了个遍 您快去瞧瞧她吧 宽管她的心 您千万别跟她说 见过我啊 对 你这个臭女人又想干什么 我 我只不过说我想洗澡 他们就送来这么大一个盆子 那是因为你出来乍到大险神威 所有下人都被吓坏了 所以他们恨不得巴结你 我 我不过就是想问 问一下 谁是你的贴身家伙吗 你问他们这个干嘛 想像他们一样伺候我 对啊 我不喜欢别人贴身伺候 尤其是 谁要跟你贴身伺候啊 告诉你吧 我不过就是看你忙了一天 臭气熏天的 想让你啊 在去我房间之前 先洗干净了 这什么花 你妹妹的花 全金府开得最漂亮的花 还要为了这个 今天早上还跟他大吵了一架 全部给我捞出来 洗澡不是要花瓣的吗 我今天不要 故意强强我是吧 是啊 怎么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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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行行行 给你拿 真是够烦人的 可以了吧 好了 精英油加完了 现在可以洗澡了吧 等等 水凉 加热水 好 加热水 鲸鱸鲫 少爷 水倒好了 过来洗吧 你想烫死我 什么呀 我刚刚明明试了水纹啊 正合适啊 你看 刚刚合适嘛 搞什么鬼啊你 你看你们身材 要胸部没胸部的 腿又长 胳膊又粗 肚子又粗 像村姑一样 我就是村姑 怎么了 村姑就给我下去 又想干什么呀 想跟你讨论一个问题 你信不信命啊 不信 为什么 我只存负 那换一个问题 你信不信念想 以前呢 有一个很有名的道士 他看到我生下来的时候呢 就跟我娘说 我长大之后 一定会嫁到一个大富大贵之家 虽然一开始呢 是有点夫妻不和 但之后肯定会琴瑟和名大 这个道士呢 是从我后面这颗红质看出来的 啊 还有啊 如果有的人呢 生下来就有胎记 而且形状又规整的话呢 那其中必有大含义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 一个人要是屁股上面有胎记的话呢 那他一定是寒至金汤池来到这个世上的 而且注定是一生一时无忧 是上品命格 我 我说的是胎记 再比如说 背后有胎记的人呢 注定寓意这个人 一生富贵 逢凶化吉 老年的时候呢 更是安享福元 儿孙满堂 但是这个形状要是特殊的话 比如说月牙型呢 那就注定这个人呢 是大富大贵之命 月牙形状的胎记 什么月牙 你说是望月还是指着朔月 上前月还是下前月 你到底有没有啊 你猜 少爷 阿福 进来说 阿福不敢 阿福在这儿说就行了 说 那个 衙门里面让您去一趟 催了好多次了 怎么不早说 阿福不敢打扰您跟邵夫人的 新婚燕耳 喂 到底有没有啊 邵夫人 阿福不是有意打扰的 阿福告退 我有这么可怕吗 你